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锁画面评测 我们知道这个Android 4.0跟之前的2.3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解锁画面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待机画面 首先我们进入这个设置 设置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个人这个部分 然后有个安全 然后进去就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屏幕安全保护的设置 比如说这个屏幕的锁定啊 还有拥有者信息啊加密等等 那我们一项一项看 目前看来是有五项啊 有普通的没有解锁 然后滑动 然后图案 PIN number 还有密码 其实还有别的 等一下我们再说 那首先先看一下这个Wood Wood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密码或者是锁屏的方式 也就是当你把这个屏幕关掉之后 再开的时候 它就自动进入待机画面 那一般情况下是不主张选这个 因为你放在裤兜里很容易碰到这个点亮屏幕的按键 所以很容易这个误操作 如果是拿在身上到外头用的话 我们不主张选这个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别的 我们继续回入这个安全这个地方 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滑动画面 这个滑动解锁其实就是非常常见的 基本上是目前所有手机都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你买来这个部机器新机 然后进行这个第一次启动之后 它默认的这个解锁画面 也就是滑动界面 那关于这个滑动界面 我这里要简单说一下 就是最近这个苹果 针对Galaxy Nessus这个滑动界面呢 它认为它侵权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一点 然后苹果现在是告了 那关于这个最新消息 我们会一直的去跟踪 它到底到时候会怎么一个情况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个解锁画面的小原心 其实跟普通的我们之前的Honeycom 就是Android 3.0 有点类似 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它正好可以只能滑左边和右边 那左边呢是为了方便这个照相功能 可以加入了这么一个快速 可以让你拍照就非常方便 那右边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解锁 画到右边就屏幕就点亮了 那至于这一项解锁是否真正的侵权了 那我们到时候会再进行跟踪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案解锁 那所谓图案解锁呢 就是把几个点连接起来 然后我这里举个例子 这个当然这个例子就非常简单的 你设定好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选 比如说时间 我可以选休眠时间 然后出摸时是否有震动感觉 比如说时间的话 也就是自动休眠几秒之后 它进入这个锁定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休眠后15秒自动锁定 或者怎么样 这是看个人实际情况 我们这个演示一下 比如说现在锁平了 然后在点亮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了 9个点 然后你就把刚才那个你的图案画出来就可以了 那下面有一个这个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就是你可以打这个 就求救的号码 比如说999啊 或者是112这种国际求救号码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就没办法进行别的这个操作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重新进入设定 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继续进入个人安全 然后拥有者信息 那这个拥有者信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啊 刚才那个9个点的基础上 你可以在上面加入一些留言信息 比如说是人家故意呢 或者是那里捡到的手机 就可以找回你 举个例子 我这里留下我的这个推特的信息 这是我的推特账号 那如果比如说有人捡到了 我就不求救 然后一看哦 是iSteven.com 那可能在推特上就可以方便找到我 这可以就是物归原主那样子比较方便 那我们再进行一下演示 就是说我刚才写入了这个 Twitter at iSteven.com 然后我们点亮屏幕的时候 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 Twitter at iSteven.com 依旧是这个画面 然后剩下这个呢 是我们知道的这个PIN number 也就是数字密码 然后这个密码呢 就是普通的字母和数字 还有符号都可以集合在一起的密码 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 我们之前所听说的这个Face Unlock 就是这个面部解锁跑哪去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 当我第一次激活这部机器的时候 我们没有插入SIM卡 它就只有五个选项 当你插入了SIM卡之后 它就会悄悄的多一个选项 也就是面部解锁 那这个面部解锁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非常好玩 但不一定非常有用的功能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解释会是英文的 那它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面部解锁呢 比这个图案解锁 还有实际的密码解锁呢 要不那么可靠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你的相片暴露在网上了 或者是有人拥有你的图片的话 脸部的图片 它就很容易拿图片来进行解锁 那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需要在一个室内 找一个不能太亮又不能太暗的地方 来进行这个脸部的拍摄 而且呢 你要把你的眼睛啊 各方面正好对着它这个摄像头来进行拍照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那这里为了比较好的这个演示 我用了一个明星的 英国明星的这个杂志封面 来进行这个所谓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图片就能够解锁 这个识别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把这个脸的这个框啊 放在这个它画的这个圈里 然后它正好有一圈这个计时 然后识别之后 它自己打勾 就说明啊 已经识别好了 记录了你这个脸型了 那当然设定了这个脸之后呢 它说如果当你这个脸部万一识别不出来 比如说是在不同的这个光亮度啊 或者是不同的环境 甚至是化妆没化妆啊 对于女生来说 那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当然是可以用密码了 或者是图案来进行解锁 那这里再强调一下 这个图案解锁呢 你至少要连四个点或以上才可以啊 四个点以下 比如说三个点那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设定好了这个脸部解锁图案之后呢 它这里会显示 improve face matching 就是说如果你的脸啊 你发现老是 试来试去老是失败 解锁不了怎么办 你就可以重新再进行这个脸部图像的捕捉 来进行更好的这个解锁体验 那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在镜头前头啊 非常快就能够解锁成功 今天的视频接近尾声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Android 4.0 Ice Cream Sandwich这么多种解锁方式 您喜欢哪一种 请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